大家好,好久沒見 這個暑假本來都想好好地做歐國杯分析 片頭、瓜肥,大家都看到,全部做好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 家裡發生了些事,所以實在無心無力去做 往後有時間再跟大家在IG分享發生甚麼事 貴球大家的諒解 新球季第一炮 先講講比較熟悉的曼聯 這個轉會槍曼聯一反常態 很快手進行了幾個收球 每個收球都有針對球隊弱點去做 是對是錯,往後由時間去說明 今條片主要想講曼聯開季表現和以往有甚麼不同 包括防守、迫搶和進攻時後的戰術表現 各大歐洲足球聯賽包括英超西甲終於開羅 除了體力性分析外 還要留意LOW TV為全港球迷推出串流新體驗 LOW TV、Smart TV App盡量英超、西甲、德甲 並且提供多種彈性承諾期 option 包括12個月、1個月或一日通行證 即買即看 可以因應自己需要選購適合的承諾期 千萬不要錯過任何一場精彩賽事 關於LOW TV的詳情可以瀏覽Infobox資料 我們繼續曼聯的分析 先講一下曼聯的防守 看到明顯以4-4-2Mitchbox佈防 以Mans和Buno成為第一度防線 當一個發動迫對方中堅時 另一個回收防守對方的防守中場 是典型的雙箭頭迫搶方法 當成功迫中堅到一個方向時 整體再順移收窄防守範圍 而重點是兩翼在4-4-2陣式中 各式為左右中場 所以必須更多參與防守 好像拉斯福特需要跟隨對方右閘回防 然後曼聯的防守範圍盡快收窄 創造人數優勢進行圍場 而另一邊右中場 阿瑪大亞路收過來補中場空位 當被對手猜出來轉邊時 邊路中場收入中間 可以防止對手直接利用中場轉邊 遮好條線逼對手再向邊發展 為球隊爭取時間轉移防守 富咸轉比伊和比時 馬斯拉奧已經很快到位不讓伊和比轉身 羅賓神Overlap時 阿瑪大亞路亦有提防 因為轉邊防守時 閘位會被拉走 最容易暴露空間 往往就是防線、中堅和閘之間的虛位 馬斯拉奧可以逼到伊和比轉不到身亦很重要 迫到富咸要由中堅重整攻勢 曼聯亦有時間重整442的防守陣型 特別雙中場之間的關係 如何保持緊密、互相協調、保護中路 迫對方不敢從中路冒險而向兩邊發展 兩邊防守就靠442的特色 有兩名邊路防守球員 對翼和閘 連同中堅中場可以形成一個正方形的防守 今次史密歐奧走出來拿球 嘗試拉走卡斯美奧 而442的缺點就是當雙中場被拉散時 中場中路就頓時產生空位 馬斯拉奧發現比伊和比拉走前 都要戴阿奧回後防守羅賓神 最後戴阿奧都是走掉羅賓神 而馬斯拉奧被形成1打2時 幸好中堅密加亞預判到形勢過來保位成功 類似情況 史密歐奧走出來拿球 今次卡斯美奧選擇靜觀旗變 而富咸繼續以邊路進攻為主 同時將曼聯兩名邊路手將拉出來 所以見到中堅與閘之間虛位稍大 但想大家重點留意 曼子身體悅然 曼子一直揚手視意隊友上前給壓力 但阿密達羅和卡斯美奧都只選擇站位遮線 就給了太多時間對手 伊和比有足足3秒 等史密歐奧走位然後傳球 而史密歐奧正正走在防線之間的空位 不過再次密加亞成功預判形勢 搶先截斷皮球 順帶一提 因為曼聯打無封陣 好難避免會出現曼子和坪路 都沒有人向前插的情況 這球密加亞帶球上前 但最前面沒有前鋒support他 再講迫搶 4-4-2之中雙箭頭非常重要 曼聯用上Buno加曼治 有足夠迫搶力度 一個防守對方的Paymaker 一個引導進攻方向 成功引導後 身後隊友可以因應對方方向進行圍捕 富咸中堅沒有短傳選擇 只剩下史密歐奧之下 卡斯美奧可以非常果斷緊追著他 不讓他轉身 而史密歐奧轉不到身再回傳時 見到中堅巴斯已經被重重包圍 Buno再迫他決定時明顯只有一條全球路線 他的行動很容易被預判時 曼聯就可以在全球落點範圍作出準備 重點是除了釘人的曼聯球員外 明內還懂得捨起遠邊的防守目標 過來包圍 這個預判做得很漂亮 明顯訓練是有夾過 第一層防線為何這麼重要呢? 因為只要不是一起行動 就等於零作用 好像這球曼聯球自己向中堅施壓 但很明顯拍檔Buno未準備好 對方的防守中場就簡單現身 已經可以轉身向前 接著以阿瑪戴亞路幫手包圍 就等於富咸左閘位空了 再傳給左閘時 然後馬斯拉奧再去迫 這個時候阿瑪戴亞路亦有阻止馬斯拉奧上前 因為馬斯拉奧一走 沒有防守球員 就要中堅的麥加壓去補伊和比 曼聯一對中堅分別被牽制住時 令到最後中堅Martinez要被迫1對1 如果面對質素好一點的前鋒 可以first touch轉身的話 這一下已經可以形成2打1輸得 其次不得不讚拉奧霍特這兩場心態有明顯改變 好忽回防助手 這球好快跟著對方右閘防止被Overlap 比在以前一定影都不見 即使來到下半場中段 當富咸中堅在拉奧霍特面前拿球時 他仍然有意識地走向其負責目標 而非好像以前那樣站在原地遮線 如果有看漫聯分析一定知道我講甚麼 然後等到對邊準備全球時 再加速去嘗試攔截 What?我究竟在看甚麼? 無可否認拉奧霍特是有改變的 當前面第一度防線成功引導 迫到對手向陷阱位傳球時 曼聯可以形成包圍網 重點當然是中場要有足夠活力去壓迫對手 而近期卡斯美路狀態是能夠應付 但可以保持多久呢?將會是一個關鍵 其次曼聯這個位亦要緊貼對方的defectman 防止走位 見到卡斯美路一直死追史密庫路 而曼聯每個球員都清楚自己的防守目標 令富咸不能以短傳組織向前 迫到富咸長傳時 又有密階亞頂高球 雙箭頭再次成功引導中堅巴斯時 可以見到Ivord比嘗試迎波 但曼聯一樣再次佈下包圍網 巴斯今次不敢直接傳給Ivord比 選擇再往邊走時 見到曼聯會進一步向邊線壓迫 但當曼聯集中一邊overload做迫搶 便不可以那麼容易被對手走出來轉邊 所以見到最遠的Ivord已經收入一格對中堅 同時預判巴斯會回傳準備迫門杖 再者利盧腳下的功夫本身不算太好 Ivord這一迫路線和距離不算有太大威脅 其實還有時間給他半轉身轉邊去右 不過利盧卻選擇one touch彈比被緊貼的奴基 來到進攻方面 4-4-2進攻時 4名球員會站在對方中場線後面 2名邊路球員會內切到Half Space位置 可以是閘可以是翼鋒 例如這球左邊由拉斯福特內切 右邊馬拉斯奧 目的是想將同為4-4-2防守陣型的富咸收窄 為拉到最闊邊路球員提供空位拿球 然後重點要留意曼聯進攻球員的站位 他們開始有意識地與隊友保持合適距離和角度 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要求 但過往曼聯球員缺少走動兼經常撞位 再講回馬拉斯奧的內切會令Ivord收窄防守 打開全球路線可以讓邊線戴路進行1對1 當然對方左閘不會禁易被他過 同時馬拉斯奧underlap走空位吸引Ivord回防 並拉走一名中堅過來防守 當Dialo進入中路時再看萬治與Buno的站位 在前鋒位置鬆14,一左一右 同Dialo形成小三角 Dialo可以輕易選擇向前對象 傳到給Buno時 明內的位置又支援Buno 再看邊路,站位又是一個小三角 如果轉倒過來就形成一個3打2之勢 再次在邊路,Dalocchi有意識地underlap 幫Nasiford拉出空位 即是你終於見到曼聯進攻有套路 球員們知道自己的位置與工作 有球那邊明顯收窄形成小範圍控球吸引防守 沒有球那邊就拉開利用空間 一個在邊一個內切中場 形成一個合適的支援角度 其實只是一些很簡單的基本事 但曼聯球員終於肯去做了 可以見到Casemiro壓到好前 靠左盡量集中人手在左邊Overload 右閘馬拉斯奧明顯內收中場準備 而曼拉斯奧一拿球半轉身 吸引伊和比,過來防守 而富咸左閘羅賓遇判去防守拉邊的Dialo 即代表曼聯仍然保持兩邊有人拉邊的打法 富咸雖然有準備令到Masileo未能傳給Dialo 但阿密大陸拉邊的確成功拉走 羅賓遇令防守出現空位 問題是今次沒有人發現這個空位 嘗試去走位 理論上應該由曼聯或Buno去走 即是大家見到曼聯進攻站位是有form的 兩邊各有球員拉邊 然後其他球員集中一起做一些小組的全球 Casemiro再次壓前幫手進攻 而雙箭頭曼治與Buno合作就是進攻的關鍵 這球曼治背對龍門嘗試去做支點 吸引到中堅巴斯埋身防守 而同樣時間曼治拿球一刻 Buno已經起動插入防線身後位置 而曼治引走中堅巴斯後防線就出現空位 而Casemiro就透過這個Gap傳給Buno形成彈道 可惜被Lero封到 今次進攻由Lasovodd拉邊 Dalocz站在Hardspace 留意Dalocz、Buno、Manzi的站位 都是處於敵人之間的卡拉位 當Martinets壓前吸引對方右翼時 Lasovodd拉邊吸引右閘對他 Dalocz立即走到右閘身後面 Dalocz這一走吸引到中堅的注意 間接令Buno在敵人之間有空位拿球轉身 在Buno形成一個短暫的人數優勢 而Manzi就會擔當前鋒角色入攝 不過Dalocz始終不擅長用左腳 不能第一時間左腳傳中 如果不是第一時間左腳傳中的話 遠處還有Dalocz後上 以及曼聯球員走動真的多了很多 對比過往只是原地看球改變不少 Casimiro見左邊去不到 又會壓前在中間現身 準備過度回收 而Dalocz回傳後又會自動內設 站在敵人之間 就會見到曼聯球員的站位 舒服、有距離、有角度 後場組織時 Dalocz會移入中路擔任更多駁腳的工作 為隊友提供出球點過比The Fat Man 現在越來越多球隊會利用The Fat Man解壓縮 然後就要看Malaceau拿球半轉身這一下 一拿半轉身那一下動作已經可以向前傳球 這一下的確是雲比Saka做不到 或者做得不夠好 Malaceau的出現就可以提升行軍速度 由Malaceau打給加拿組背身拿球 而Dalocz就在中間Overload中場 然後再轉左邊 整個組織包含多次的三角短傳 是很有想法的 相信未來曼聯都會從這個方向繼續發展 不過Dalocz大貪想直接被Nashford 反而浪費了一次這麼漂亮的組織 同樣兩邊各有一個球員提供闊度 其他球員集中一起嘗試吸引防守 而Fuham下半場亦都增加人手在中場佈防 Suisas入替後在前鋒位置較主動背對球門出來拿球 如果中堅有能力夠膽識 給到倒腳 Suisas再分給隊友便會很有威脅 而Malaceau長傳分到比Dalocz 可以一對一擺脫對手傳中時 禁區內亦有足夠隊友接應 這球反擊見到Suisas作用 作為前鋒通常不會盲目向前跑 比較喜歡在中間停低做薄腳 再分給隊友走 然後自己在第二時間走入禁區 直似擺脫中堅的主意 這球見到Buno在禁區頂 就主動做Overlap 將Fuham的防守球員拉走 Buno便有位作出射門 而Buno這球在左邊成功擺脫對手後 見到Suisas現場有大量空位之下 會選擇停低在中間要球 拿球轉身後再分給隊友 自己再走入禁區 他這一下停一停 已經成功擺脫了一對中堅的看管 當年Mathomene的前壓 幫他分散注意亦很重要 加上走進去時 在正對手的盲眼位進去 令他入攝那一下完全沒有人看管 中場見不到中堅包不到 輕輕出腳就改變方向入王 總結以上講的重點 都不是要催到曼聯有多厲害 要贏多少冠 而只是作為一隊強隊 一些很基本應該要做到的事 很多列強球隊包括曼城、利物浦、阿仙奴 很多季之前已經做緊 以至現在大部分中上陽球隊都已經開始跟上 甚至一些較弱的互級球隊都有嘗試去做 所以曼聯過往不進則退 現在先叫做開始少少已經落後了很多 而英超頭兩場表現只能叫做比合格好少少 我會形容為為今季設下一個標準 因為過往幾季 曼聯最大的問題是非常不穩定 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受傷 有時上限可以去到很高甚至可以抽低曼城 但有時下限他可以去到很低 輸了一些不知所謂的球 還要是幾場之內會發生的事 所以我見到這兩場出來的結果 雖然只有一勝一負 但表現是一致 做到戰術要求 球員分攻清晰 有隊形有心有力 特別是麥加亞打中堅時候 很明顯見到他更願意離開中堅位置 上前給壓力對方 配合中前場的迫搶 第二就是Casimiro在中場 活力、集中力不可以100%回到高峰 但起碼比上一季已經關了很多 希望他可以保持到其實不容易 然後再複製在左翼位置 有助攻有助手 很積極,失了球會追回 防守時都會很願意協防 這幾件事都是前幾季不會在他身上見到 還有最前面的曼智 復出後這兩場其實打得很好 在迫搶上面奉獻了很多東西 防守也是 但其實你都會見到他命狀態明顯還未足夠 你會見到他拿球、跑動 其實還是有點笨拙 但很可惜在我出片前這一刻 我是知道他又要傷幾個星期 其實看回這條片 沒有曼智其實真的幾大打擊 其實講那麼多 只要平均每場都維持到這個標準 對中下游球隊理論上沒有問題 就像對富咸一樣應該贏到 但對中上游球隊 例如巴黎頓、阿士東維拉 這些夾慣夾熟的就要再給點力 在這個標準的基礎上 培養好密契、提升狀態 先有機會挑戰前力的位置 但起碼現在的方向是對的 曼智還有很長一段路需要去走 好,這條片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應該就是雙鴻梅 再見